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一个印令人 一个好朋友 一名师兄弟 一个印令人 我觉得它没有理由负责然来的 肯定是经过它的不断努力 天道酬勤 总之希望它在日后当中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继续上一层横 陽光、純樸、勤奮、黑虎、低調舞實 幾乎所有跟她合作過的名家演員 都對她充滿讚賞 她參加了全國大賽,獲得了金獎 其實我覺得她的毅力非常厲害 有勤力,全國金獎真的非她莫屬 回來後她又不驕傲 她仍然繼續努力地練功,不斷上進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很恩實 很有上進心 我還未發現她唱歌 但她的武功和關斗非常厲害 在我心底裡很愛慕這個年輕人 最喜歡她是怎樣 每次排完練 首先她主動收拾,主動掃地 還有每次排練,她都會禮真的 從她五、六個級番 收拾八個級番回來 到最後打二十多個 很耐力,每次她打開都是這樣 我覺得這就是精神,精神學家 很難得 我覺得以後的趨勢也是 應該新一輩的兒子 應該可以能聞能露 我覺得她都可以做到一點 節目當中 作為全國跟斗王的陳華生 除了她紮實的基本功之外 更現場演繹古康周如寫表 這首歌,我前幾年看過師傅 梁敬禍是我的師傅 她在舞台上已經唱了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挺適合我唱 因為都是唱小舞 我覺得這首歌也比較適合 所以減了這首曲目 她願意學、好學 但我在從中教學中引導她的時候 因為這首歌是小不料的 有一種香陰 香陰 所以我特地注重她要靈致、吐致 教她換氣 怎樣去引她進去 感謝廣東如期演的勇領導 一直對我的栽培 沒有廣東如期演 就沒有我今天是陳華生 希望所有人看起《五軍虎》的時候 記得有我陳華生 想了解這麼多關於陳華生的 從禮歷程 記得鎖定《嶺南戲谷頻道》 第三季,粵劇有我們吧 她從藝17年,非課班出身 她獲得全國筋斗王大賽第一名 她有理想 我很欣賞她有理想 這個全國金獎真是非她莫屬 從欠奸劇團到省市大班 背後有著一段艱辛的球迷之路 打到腳上 打到腳上,真是雨了 沒有地方睡,就睡在舞台上 突然在這裡下傾碰大雨 這裡舞台底是大棚的 誰知道水浸 當時的眼淚流下來了,開始 2021年 她憑借時煎度甲的精彩演出 奪得廣東省演藝大賽 師組金獎第一名 出道台底嚴肅認真的 職業獨特非常好 希望所有人提起五君府時 記得有我陳華生 咬定青山,不放鬆 立筋圓在破岩中 全國筋斗王,陳華生 7月16日晚19時 嶺南戲曲頻道播出 中文字幕提供 陳華生,陳華生 陳華生,廣東粵劇院一團優秀青年演員 應供小母,無醜學奈 基本功紮實,以跌打翻破技能現場 陳華生,廣東粵劇院一團優秀青年演員 全國筋斗王大賽第一名 首屆粵劇筋斗競技大賽冠軍及猛虎獎良項 龍騰虎躍勁比高 第二屆,筋斗舞技大賽最受歡迎大獎 廣東粵劇第三屆,筋斗大賽吸收第一名 2020至2021年 廣東粵劇院中青年演藝大賽金獎 第十屆,廣東省中青年戲劇演藝大賽金獎 陳主演及參與,拿渣會舞 三叉口,時煎道甲等多個劇目 並多次受邀赴港澳以及國內演出 因為小時候家庭不太好 看電視的話,還是要去鄰居看電視 因為我爸爸本來是喜歡看電視的人 在暫安地區,哪裡有戲看 他都會踏單車去看 有時都會拉上我的 農村孩子早當家,陳華生幾歲大 就幫家裡放牛、耕鐵、煮飯 當時的生活水平並不高 晚上到鄰居家看電視 同搭父親的單車尾 到附近的村子看電視 便是陳華生最奢侈的娛樂 我當時記得那晚看的是 《算不兇生大八卦精》 因為裡面有很多小猴子 很多技巧、各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們演完戲後,我會上去 跟他們的演員有一點交流 我會說這個動作我也可以完成 十一、二歲的時候 已經在冷卻上可以走幾圈 我大早上監獄不用上課、放假 我走到舞台上跟他們玩 一起在這裡壓腿 跟著他們落腰等各方面的東西 偷偷跟著演員練習的陳華生 引起了文型劇團的主意 小小身軀當中 似乎吻陷著巨大的力量 劇團的老師 覺得他是一個可索之才 不應該埋没了一份天賦 於是問他願不願意加入劇團 劇團長說,你挺有心 也有些天分,對這方面來說 問我有沒有興趣 過兩天,戲班就去隔壁的村莊演出 我爸爸乘搬單車 當時載著我,我拿了幾件衣服 一袋行李,一個小筒 就離開了我家 跟著戲班就離開了 在貞德父親的同意之後 陳華生懷著對粵劇舞台的熱愛和憧憬 簡單地收拾了一些行李 就跟隨劇團去 這個時候即將迎接他的 並不是光鮮亮麗的舞台 而是荊棘滿途的球藝之路 太小了,戲服也不能上去 在臨陨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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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 那些蚊蚊還不夠多,當時演出 我就躺在戲箱裡,大焦就氣泥 整天都抽著 因為蚊蚊很小,因為太多蚊蚊蚊 我記得當時練習三十晚 也覺得當時挺可憐的 他們要做年蚊,每次都做年蚊 他們不讓我們用 當時十八個年輕、年輕人 會在河邊燒一大堆火 一跳下去就… 在這裡爭執了 當時我們一直熬過來 其實對自己也要表現成長 分鬥的道路往往驚激重生 青春的女徒亦不會一帆風順 但那些是群岩中奮起的經歷 終將成為寶貴的人生財富 當時教我們打斑斗 是叫我在一張桌子裡… 即是那些藍牙桌子 大概是四十成八十的桌子 有時我打,打到五個不敢打 可能剛開始就不敢打 讓牠有藍牙桌子 打在腳上,真是瘀傷了 我的印象比較深的是 當時放鬆了 在空中的時候放鬆了 掉下來 腳趾公已經打開了 已經流血了,鞋子還是血了 當時他說,你豬鼠打 鞋鼠打,不敢打 不敢打,不敢打 他說你如果不練的話 你明天的話可能打不了 要重新開始練習 其實當時你不爬回去練習 你會恐懼,但又會恐懼 不敢再練習 現在想想,不是針對我們 而是覺得為我們好 艱難,方顯勇毅 莫禮,似得欲成 身邊不少人 因為惡劣的生活條件 選擇了科技 但陳華生卻偏偏相反 對舞台的向往 和對月劇的熱情 觸使他擁有比其他人 更加強烈的上進心 他男士 一定要在這一行 創出一些名堂 印象很深的是 去到廣西演出的時候 當時我很小時候 沒有地方睡,就躺在舞台上 突然就下雨了 沒有地方躲 躲到舞台底,因為它是大棚 東西鋪在舞台底上躺 誰知道是水浸,沒有地方去 去到人家的村民的家 在門口坐在這裡 在黑暗睡,已經在睡覺了 人家可能覺得我們… 小時候的小孩這麼可憐 我覺得很可憐 小孩,你不如去我去睡覺吧 我覺得有地方睡 當時的眼淚流下來 人家開始覺得比較生酸 當時又小,又剛好出來 像在那裡的塗墓 到鄉下,沒有地方避冷 我現在下大雨 人家突然叫我從家睡覺 覺得非常感動 澳門店 我先看已經是最好的 但沒有地方睡覺 我沒有地方睡覺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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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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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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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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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不驚,若微吐氣 當時劇院給我這個機會 代表了劇院參賽 7月天氣非常熱 舞台也很熱,手上去也會脫皮 當時我記得去到水土屈服 大家進去就開始肚窩了 多了兩、三天 到當日比賽 最順道是白色,已經沒甚麼血色 連工的事,藝術的事也沒人逼你 只有你自己怎樣去想 他有理想 我就不會欣賞他有理想 當時意志是覺得一定不會丟架 你一定要取回前五名 他也有這個信心去取回前五名 全國筋斗比賽 他跟河北一位年輕人並列冠軍 這就是藝靈 人生很重要 做人最重要的是藝靈 當時比賽不單是戲曲 還有體操、有襲擊、有少林子 全部都是小朋友 他們的童子宮很厲害 打幾天過得不頭暈 我也有一點壓力 當時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 可能會有點混亂 盡自己的能力 當時我一口氣就打二十個了 打了二十個後,頭已經很暈 想著想,也要堅持 人家打了八、七、五、幾個 我們也要往上衝 一股氣,一股作氣 回來兩分鐘 最後回到八十三個 差不多 還有八十四個已經過不了 已經沒力了 頭參也要放下去了 其實我覺得他的毅力 是非常厲害的 又勤力 這個全國監獎真是非他莫屬 回來後,他又不驕傲 他仍然繼續努力地在這裡練功 不斷上進 為撐高不移,方能逆水行舟 為奮鬥不止,方能衝出重圍 同年的十二月,陳華生 又參加由廣東粵劇 《聯儒堂》舉辦的 首家粵劇筋斗競技大賽 他當日,他在規定翻總的 吸翻比賽中,連翻三十個 福德滿堂學彩 然後在自選筋斗比賽中 先用撞腳,即內側轉體 摺左手單手一個吸翻 再摺右手單手吸翻 然後騰空翻轉360度 他的筋斗又快又密 隨後穩穩地落在地上 演唱頓時掌聲勞動 所有評委一致比出,最高分 最後他獲得大賽兩項猛虎獎 和技壓全場的金虎獎 三項大獎 成為名副其實的粵劇筋斗王 並且由著名粵劇扁藝術家 洪倩呂親自為他頒獎 因為我們跟他說 你要努力,要獲得好的成績 你說完之後 他就會默默練 我記得當時… 因為他的要求要三個大方才能入決賽 差不多這樣 我覺得自己的意念 以我的身體素質條件 應該是沒問題的 是說你的藤和陸虎宮應該可以勝任 當時我們給他了任務 他說華生,你要參加這個筋斗大賽 你必須出人口的 必須要苦練 很多人都是自己會練習,但自己會不練習 去看別人打,去那些公園裡練習 我偷偷會練習,每個人都知道 每天都去公園那些是水底地的練習 讓他在很短的時間內 他居然可以打得很漂亮 吊大番、吸大番、單手大番 很不容易 當時的心情肯定很高興 蓬勝呂老師頒獎給我 很重… 這個獎是你才能拿得起的 我拿不起來 是他才能拿到的,我沒辦法拿 我堅持這個崗位 將我們粵劇的唱造年打 我是打的,我發揚光大 蓬勝呂老師還疼我打 這個很有意義,很有留言的價值 我做的動作表現我的心意 這堂他還打得很辛苦 但他一直堅持練功 所以他到現在,如果是打者 也不算年輕,只有30歲 他還一定能保持這個水準 我覺得他是自己的努力 而且對這個劇劇的愛好 是分不開的 好,很容易 汗水是一種證明 傷痛也是一種成長 在戲行裡有一句老話, 文長無短 五君虎吃的是青春飯 又苦又累, 又經常受傷 即便再優秀, 又難以站到舞台的中央 雖然在這裡, 踢兵, 做打仔 他也任務任務 當時我是彪路柱 彪路柱, 剛才碰到那塊硬的木 當時腰是斷了一些臘骨 斷了, 我未知道 但我從他堅持, 繼續完成他 練習打, 打完之後大日後 我覺得很痛 去正規醫院拍過片, 斷了 我說死了 很嚴重 腰斷了一隻骨 以後會不會不能打 知道五君虎是這樣, 艱辛 他打得很厲害 但沒有人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那個戲, 他有一個打得很厲害 只知道, 但他們付出是不少的 我也不會說, 我傷了, 我就不打 我不是, 我也會堅持完成所有任務 出到台頭是嚴肅認真的 打斷從來都不會透過 我覺得這點的職業道德非常好 陳華新清晰地意識到 要令自己的藝術生命更長 但憑翻筋斗是遠遠不足的 你始終打關斗 可能打到三十出頭 可能你就… 就下波路了 天道酬勤 就不會辜負這些年輕人 我就鼓勵他 因為初時都是… 因為你這麼好的關斗 你有能聞能武 這是不可多得的 舞醜、文醜、小舞的角色 都嘗試去練唱和表演 各方面都有 拜師傅之後, 唱功又提高了 是一個好苗子 他肯學、好學 是很勤奮、很刻苦 現在很夢實 連高之外, 他又連唱 他的聲音非常好 我覺得他可以在唱功方面加強一下 以後, 或是一定年紀 或是不敢打 我覺得他也是可以演戲的 有些累只是苦 但有些累是在照亮自己成長的路 陳華生, 勤奮刻苦 對粵劇有一夥赤城的心 時任廣東粵劇院副院長的麥玉清 也都清楚知道 他是一個有抱負、有才能的青年 於是提出, 親自和他搭檔 合演《那渣回舞》 我在2017年1月份的時候 我有一個心願 希望多培養一些年輕演員 華生只是打關斗 他在台上沒有唱歌 我看中了他 我說, 我想跟你合作一個截止戲 自己可以嗎 因為青姐是名家 我們這年來省其院多年 可能開口未開過 都是打關斗為主 當時有些人覺得自己做不到 最大難度就是有一點香音 在這裡, 我們不斷提醒他 要他改 青姐說, 替我排這個戲 其實我也很有壓力 演藝這個戲 我覺得自己因為自身的條件不夠 其實有點害怕也不好 當時他很勤奮 因為我在瑜伽院住 我就聽到他了 不斷在瑜伽院 他去飯堂打飯 他也會唱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勤奮 而且做得非常好 這個角色 非常感謝青姐 對於我們年輕人的栽培 加上我是一個不均虎的出生 他讓我去唱這麼多東西 去做這麼多東西 在台上做了我媽媽 台下屬於媽媽 對我們…也是兒子、兒子 這樣叫, 對我們很好 熱血仍然不可 見故敬意響 歐四世人夢響 船到鐘樓 唯有奮衣爭鮮 才不懼風高羅雅 人到半山 唯有激揚精神 才能再攀高峰 2021年 陳華新以偉天三絕 原諒此古吉毅力 以鑿逼借光、浪瑩影雪的鏡頭 他以舞醜行蹈 在時尖道甲中 出色地完成多個高難度動作 精彩絕對演出 令所有浪費拍手 新一行 富得第十屆 廣東省中青年戲劇演藝大賽 師組金獎第一名 挺適合我 因為裡面的翻、跌、扣 很多動作都是我比較縮遠的動作 力量的效果方面 很賣力…每天都自己去覆 每天有個理想目標 我就要得到好成績 讓他成功了 所以我說,不錯,非常開心 對著這些演員,你會很放心 你會開心看到他的真的認真對待 他是全心全意去挑戰自己 演藝大賽這麼多年來 我都沒參加過 第一次參加演藝大賽 我看別人的比賽 我也是做下手的 非常難得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這麼多同行 同台競技 互相學習的機會 他很虛心,又很勤勵 因為最近有幾個作品 也有很大的進步 希望他繼續努力為未來的粵劇 去展現在舞台自己應有的存在價值感 要用更有的存在價值感 要用更多的心機去經驗演戲 因為第一次參賽 又獲得金獎,又獲得這麼好的成績 也有壓力 因為這個彈指比較重 我要感謝我們的勇領導 以及我們團的領導 讓這麼好的平台 搭這個這麼好的平台 讓我們展示自己的才藝 非常感謝我們的領導班子 華生給我一直的印象 就是一隻老虎 我覺得他總是充滿活力 以及充滿自信 我覺得他有一件事很難得 他可以說是敢想、敢做 敢闖、敢拚 很多人可能想到他不一定要做 但華生是敢想、敢做、敢試、敢練 雖然他的條件不是最好的 但他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 這就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相信華生是一個 有理想、有目標的人 我覺得他無論做甚麼 他一定會成功 很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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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